碎银子这个茶我最近已经很少在平台上刷到了 很少看到了 不过前两天有个粉丝加到我微信 又跟我讲起了这个事情啊 然后他要跟我买一点这个碎银子啊 他说他这个非常喜欢喝碎银子 然后的话他还跟我讲了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手工茶 我发现这个碎银子和手工茶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在一些这个不懂茶 或者刚接触茶的朋友里面啊 经常会被提起啊 今天的话我们也来讲一讲这两个东西啊 首先是这个碎银子啊 碎银子在这个营销上 商家在这个跟新手或者是不懂茶的朋友去推荐的时候 那么一般会有这几种这个推荐的方式 第一啊他一定会用到一句话 叫做宁喝一两碎银子不喝十斤普尔茶 那么这里要讲清楚两个东西啊 首先这个碎银子啊 他这个茶它是一个再加工茶 他这个他的加工工序啊有点像这个普尔熟茶的加工工序 所以说是很多朋友他可能会把它跟这个普尔茶他或者是黑茶 把它这个混为一谈啊 但是碎银子现在怎么规律 其实呃我觉得啊 把它归成这个普尔茶还是有点这个呃问题的啊 有这个有还是跟你普尔熟茶它是有区别的啊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概念啊就是碎银子和老茶头啊 很多这个朋友啊他是分不清楚的 那么碎银子和这个老茶头他们的这个主要区别 碎银子啊他是通过了这个呃一些这个茶 那么可能是这个普尔这个晒清茅茶啊 这个晒清茅茶通过这个窝堆发酵啊 通过这个呃切碎或者说是这个呃其他一些这个工艺啊 用这个机器把它压成这种碎银子形状的这个茶 那么叫这个也可以叫这个碎银子 然后还有这些这个碎银子 他并不是用这个晒清茅茶来发酵啊 他可能会用一些这个其他的茶 可以用绿茶 可以用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红茶 甚至一些其他的茶他都可以来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发酵 发酵完之后把它这个呃用一些这个工艺啊 啊比如把它切碎 因为你看这个碎银子这个晨茶里面 他是看不到圆银茶 他这个茶都是很碎的啊 把它这个呃然后把它这个压在一起啊 有些的话可能会用粘合剂啊 把它粘合在一起啊压在一起 那么做出来碎银子 然后老茶头和普尔熟茶 它是属于这个普尔熟茶在发酵过程中的啊 这个两种产物啊 就是普尔熟茶的话 我们是把这个普尔这个晒清茅茶啊 我们这个普尔熟茶的话 通过这个采摘滩量 扎清柔碾啊 这个晒干 那么就得到了这个晒清茅茶 那么把这个晒清茅茶拿进 拿到这个呃我们这个普尔熟茶的一个发酵车间啊 把它堆起来 然后往上面去洒水 让微生物去对茶叶一些内含物质啊 去发生一些反应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啊 我们发酵师傅啊会去调整这个堆子去翻堆去洒水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的这个呃发酵之后 那么我们得到的这个茶啊 它是这个普尔熟茶这个茅茶 我们普尔熟茶这个茅茶在这个发酵处堆的时候啊 它会有一些这个分塞 那么分塞的过程中啊 这个有一些这个茶啊 我们这个发酵的过程 它就结在一起啊 它就分不这个分塞不出来了啊 如果说是还能把它解块啊 就是把它解开 呃这个解开出来的 那么我们就可能就把它这个又重新解块 到这个茶堆里面解不出来的啊 就是说一坨坨啊 我们叫这个就把它呃叫做这个茶疙瘩啊 也叫这个老茶头 就把它单独拿出来啊 那么这个就是老茶头 然后已经解块了分塞出来的啊 那么把它这个干燥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普尔熟茶这个茅茶 然后经过这个呃精致鸭饼之后 得到了这个就是普尔熟茶这个饼茶 那么所以说这个碎银子和这个老茶头啊 它也是有区别的啊 所以说是这几个东西啊 很多新手朋友都是搞不清楚的啊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在这里把它这个呃区别 把它这个呃讲清楚啊 那么在这里讲一下就是 为什么讲这个加工过程啊 因为碎银子的加工过程啊 你在这个成茶里面就是它的这个成品里面 你很难去看到啊 它加了些什么原材料 因为大家看那个碎银子 很多时候啊 你泡很长时间你都泡不开啊 你用刀具把它撬都撬不开啊 所以很多时候你看不清楚里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那么所以在加工过程中啊 这就很需要这个加工这个碎银子的这个 呃加工者的这个呃这个去把控这个质量啊 所以我们讲的其实一句话就是碎银子 很多时候它也是一个良心茶啊 你需要这个呃 最原材料啊 要有这个如果要好的原材料 那你是要控制好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用一些不好的原材料 你可以用发霉变脂的茶 你可以用这个已经这个过期掉的绿茶 过期掉的红茶 因为红茶和绿茶的保质期都是比较短嘛 它过期之后它就不能再卖了是不是 那它总要处理吧 啊如果说是我把它卖给你做成碎银子 那么回收一定的这个资金 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那么所以用一些过期的茶啊 其实用过期的这个绿茶红茶 我觉得也还好 最怕的就是刚刚讲到的一个发霉变脂茶 来给你去这个做碎银子 然后在碎银子加工的过程上 它还会加一些这个添加剂 因为大家喝这个碎银子茶的时候 经常会喝到这种糯香味的 如果说是糯香味的这个碎银子啊 如果它往里面加的是这种 我们云南的那种糯米叶啊 那就是一种天然的原材料的一种香 那么这个是啊 我觉得是很有良心的一个加工者 但是如果它直接往里面给你添加这个糯米香的香精啊 那么到时候做了这种碎银子茶啊 那可能就是在后面的那个饮用过程啊 对身体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这个不好的地方啊 所以碎银子这个茶啊 大家在喝的时候啊 特别是我们一些刚接触茶的这个新手朋友 大家一定要这个 要注意啊 就是说在买茶的时候 这个茶到底能不能喝呢 我也不能一干子打死 它还是可以喝 但是你尽量要找一些比较靠谱的商家 这样的话 你买过来的茶 我觉得才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 它是一个良心茶 这个生产者对这个茶的这个品质的保控 对后面的这个啊 你的形影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啊 所以说一定要找靠谱的商家 然后这位朋友啊 他还给我讲到一个事情啊 因为他要给我买熟茶 他跟我说啊 他一定要买这个手工熟茶 而且最好是整个过程都是手工的啊 你就是采摘是手工的啊 杀青是手工的 柔脸是手工的 后面的发酵都是这个手工的啊 其实怎么说呢 这个真的是新手朋友啊 他不清楚熟茶整个一个加工 熟茶的一个堆子啊 像现在的情况 就算再小的堆子都是好几十千克啊 正常的堆子都可能就是两三百千克的这个晒青柔脸 那么你到了这个呃 鲜叶阶段啊 那么就是如果我按两百千克 那么差不多就是一吨茶 一吨这个原料 一吨原料啊 如果采摘是手工的 我觉得还可以啊 如果说是手工刹青 手工柔脸 而且是这个呃 比较小的一些这个企业去生产的话 那么整个春茶季 我想你做一下来整个大部分的茶啊 你可能就 比如说有些就两三个加工人的 加工者的这个企业啊 你可能整个春茶季 你就只能做一堆这个熟茶啊 所以说这个朋友可能真的是 对这个整个一个呃 呃 茶叶的加工过程 你可能真的就不太了解啊 他就觉得手工的是好的 因为我我碰到的很多这个新手朋友 他肯定是呃 概念里面啊 他觉得这个手工肯定是非常不错的 啊 手工这个东西啊 其实啊 确实从这个 这个我们现在认为的角度去看啊 他确实是呃 怎么说就是一些品质比较高的 他们都是会用一些这个手工的 加工方式去加工的 但是手工茶 他有两个很大的弊端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的产量非常小啊 因为手工茶 我们在加工的过程中啊 他最大的优势就是探查制茶 我们做茶员在这个加工这个茶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身体啊 通过我们的手 通过我们的眼睛 鼻子耳朵 去感受这个茶叶的变化 通过变化来调整我们的制茶手法 所以说做出来的手工茶 他有这个很强的这种个人风格在里面啊 啊 所以说是很多朋友喜欢这个手工茶 也就是因为他带有很强的个人风格 也是喜欢这个手工茶的一个原因啊 但是啊 他是人啊 只要是人他就会累 啊 所以说是你不能不停的啊 去这个加工像机器一样 不停的去加工 那他累了的时候啊 他就没有办法去感受这个茶叶的变化 很好的去感受 那么很有可能啊 就会把这个茶给他做坏了 所以有些时候啊 手工茶他甚至还不如这个机器制的茶叶 啊 另外的话 他这个手工茶的这个稳定性啊 他是很差的 人啊 他的状态不可能就每天都一样啊 每天都像机器一样 他一开机我就调温度 那些那些参数调好他都是一样的 他的状态他有好有坏 那今天心情好啊 明天心情差啊 今天身体不舒服啊 他都会影响这个茶叶的这个稳 做出来这个茶的一个稳定性啊 所以说啊 这个手工茶 大家在买的时候 如果说是产量非常大的这种手工茶 特别是通货啊 你像这个熟茶啊 那么像这个一堆这个发酵的熟茶 堆子是非常大的 如果用手工去做啊 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是手工的这个熟茶 他的价格啊 非常贵的啊 首先在这个加工过程中 他的价格就跟这个Simple是一样的啊 可能而且量比较大 可能比Simple还要高 其次的话 他还有一个发酵过程 发酵过程他还会有损耗 这个损耗的话 也要算到消费者这个成本里面去 所以他还会比这个Simple的这个价格还要高啊 所以说是 这位朋友在给我们买这个手工熟茶 所以后面的话 怎么讲呢 就是可能 因为有些消费者 他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熟悉的过程啊 那么虽然跟他做了一些这个解释和一些这个 这个讲解啊 但是到最后啊 这个客户还是不太认可我讲的一些这个理念 因为在他的这个心里面 他还是觉得啊 他这个手工巢是最好的 他要喝 一定要喝最好的 要喝这个手工巢啊 所以这位朋友到最后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去成交啊 但是今天讲的这两个知识点啊 我相信很多朋友啊 都会遇到过啊 就是这个碎影子这个巢和这个手工巢的两个事情啊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 讲解 那么就到这里 视频的最后啊 给大家送一个福利 2022年到2024年啊 我做了一部分野生茶 这些茶啊 品质非常不错 除了预定出去的部分啊 我基本就没怎么去卖过 而且因为量比较少 我也不打算卖了 我打算把这些茶拿来送给我的粉丝 这些茶我请注了大量的心血 无论是从到这个生态环境 从到树林 还是从加工工艺啊 还是从品饮的口感方面 我都花了非常大的功夫啊 我不敢说这些茶是最好喝的 但这些茶一定是我最喜欢的 这种所谓啊 极所谱物失于人 因为我的粉丝送的东西啊 一定是我觉得最好的东西 那么这些茶要怎么送呢啊 只要你在我这里下单啊 只要你在我这里下单 不管是十块还是八块 我都会送给大家一份啊 如果说是你对这个野生茶也感兴趣 那么一定要死我